哈喽大家好我是比哥 完整亂中的英雄数量快过白了 那么你知道完整亂中哪些英雄有双形态吗 不知道的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位花木狼 花木狼有两个形态 一个是轻剑状态 一个是冻剑状态 轻剑状态下比较灵活 一技能可以位移 二技能可以减速对方 重剑状态下一技能的伤害很高 二技能能压制对手 不过花木狼的两种形态的能物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第二位理性 理性其实有三种状态 一个是四级以前的状态 还有一个黑暗状态 还有一个是光明的状态 四级前的状态就不说了 弱得一批 四级以后会立刻进入黑暗状态 黑暗状态下的理性一技能可以加速 并且不受任何控制技能控制 二技能的伤害比较高 并且带一定的减速效果 大招能范围的控制敌人 还是会上不错的一套技能 而光明状态下的理性 算了一个远程攻击的英雄了 一技能是蓄力位移的技能 二技能是一个蓄力边移动边换技能的技能 三技能是蓄力放大招的技能 这个技能伤害很高 脆皮碰一下就能去半管学 第三位裴琴虎 裴琴虎也是有两种形态的英雄 一个是人形 一个是老虎的形态 人形状态下 一技能是个远程攻击的技能 有一定的减速效果 二技能可以给自己加一个护盾 同时对周围的敌人造成一定伤害 而虎形状态下 一技能是一个近距离攻击的技能 二技能有位移效果 为技能穿墙 还能利用强体增加位移距离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技能 第四位是瑶 瑶也是有两种形态的英雄 一个人形一个路的形态 不过大多数都是以人形态为主 路形态是被动技能 受到控制技能攻击时会变成一只路 而路状态下的瑶是无敌的 当然也不能攻击敌了 还有就是时间短 怎么作为一个保密技能 第五位云中军 云中军的两种形态分别是飞行状态和落地状态 飞行时能使用一技能 对方英雄被云中军的一技能打到的话 会持续受到伤害 二技能是两种形态下都能使用 三技能也是如此 落地状态下不仅走路慢 攻击也变落了很多 而且还不能无视地形 很容易被人虐 第六位张飞 张飞两种形态是爆发前和爆发后 爆发前的一技能可以甩开敌人 二技能可以给队友增加护盾 爆发后一技一二技能都变成了攻击技能 而且伤害还挺高 六小伙伴 除了以上六位拥有双形态的英雄外 你们还是要其他拥有双形态的英雄吗